民進黨主席 國文哲針對最近政治現金 這麼正義 會報要調開記者會 親身來說明 但是最近有個表出 跟民進黨合作的目科公司 有回四百萬 進去國文哲 辭任的考察 民進黨說這是 銷售收款金 去讓民進黨 這句說基本就是國文哲 要把政治現金 製作於個人的財產 下午一次解決 早上就做何討問 民進黨主席國文哲針對保 要開記者會 占地政治現金 介紹鋒埔第九隊 現在還要出國文哲司令後頭 收幕科公司 有四百萬的銷售管理金 民進黨雖然認清是受款金 作為東部的共有的使用 不過政治現金 存在款項就能直接管給民進黨 也讓民進黨自己 做這一步其實是要自己吞 這樣的行為實在讓人看了 是不是本來就打算要透過這樣子 無鬼搬運的方式 讓金錢從政治現金專戶 流入柯文哲的私人帳戶 如今曝光了才改口說 要來捐給民眾黨做黨務發展 所謂的不明金流 其實這是刻意的誤導 因為柯文哲主席 原本就有把他個人的肖像 肖像權簽約給這個木可公司 那木可公司原本就會提供授權金 而授權金也都會捐出來 還給民眾黨還有公益使用 國務體問貨口比過一項熱鬧 獨立團體臺灣國靠西國務體 大規矩主席的辦公室 他們用4,300萬現金買上班 設個人辦公室 國務體決定將上班信託並設正義 首先主席自己主重是說 希望能夠把房子做信託之後 然後是指定用途 就是歸民眾黨或者是歸所有的公益 團體可以免費借用 主席在購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出發點其實也是這樣 只是大家會覺得是說 好像房地產掛在柯文哲名下 引起社會的觀感不是太好 公益信託嗎 還是它是私人信託 如果它是私人去做這個所謂捐贈等等 其實根本不是信託 甚至它還可以拿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完全是假議題 國務體加州政治現金 介紹紅包和三度寒 當然求職下嚴重職 團出國務體要請教 添理董主席 民眾黨回應相關聯絲 會付出政治正義 記者綜合報導